我们都知道碰撞之后速度会改变 比如说乒乓球撞到篮球之后会反弹 或是一颗撞球撞到另一颗静止的撞球之后 第一颗球会停下来 要预测碰撞后的物体运动 要先能够算出碰撞之后的速度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 可以计算碰撞之后的速度呢? 其实是有的 物理学家透过VT图 可以很简单地解释碰撞之间的速度变化哦 让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我们首先来考虑第一种情况 相同质量物品之间的碰撞 假设现在我们用一颗带有速度为V的撞球 撞另外一颗静止的撞球 那么我们就可以画出画面上的VT图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一步一步来分析碰撞的每个过程吧 在碰撞之前 蓝色球的速度是V 红色球静止 所以在VT图上可以看到 蓝色与红色的两条水平线 分别代表蓝色球与红色球的速度 在碰撞中 两颗球的速度会改变 而我们要怎么知道速度的改变量是多少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个之前学过的概念 直行速度 由直行速度公式 蓝色球的质量M乘上速度V 加上红色球的质量M乘上速度0 等于两颗球的质量乘上直行速度 所以直行速度等于2分之V 因此我们知道 当两颗球撞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的速度是2分之V 在VT图会发现 它们将会在V等于2分之V的点 那两颗球达到直行速度之后 会怎么演变呢? 这里我们就要用到弹性碰撞的性质 弹性碰撞前后动能守恒 也就是说 碰撞中因为压缩所储存的弹力未能 会再全部转变回动能 所以在VT图上 我们会看到速度变化 是以直行速度为中心保持对称 两颗球在碰撞前速度 与直行速度的差为1比1 因此碰撞后 两颗球的速度与直行速度之差 也是1比1 所以红色球速度为V 蓝色球为0 最后在碰撞后 两颗球就以各自的速度继续前进 所以透过VT图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相同质量的物体碰撞 如果是一个运动 一个静止 在碰撞后 彼此的速度会交换 大家有没有觉得 VT图实在是太厉害了呢 我们完全不用解方程式 就可以把碰撞后的速度算出来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个更复杂的例子 来看看VT图告诉我们的结果 刚刚考虑的问题是 两个质量一样的球 一个运动 一个静止 但如果现在两个球都在运动 我们要怎么知道碰撞后的速度呢 我们一样可以用VT图来分析 我们假设蓝色球的速度是V1 红色球的速度是V2 V1大于V2 这样蓝色球才可以撞到红色球 在碰撞之前 蓝色球与红色球 各自以不同的速度前进 在VT图上可以看到 蓝色与红色的两条水平线 分别代表蓝色球与红色球的速度 在碰撞中 我们一样可以先算出 直行速度是2分之V1加V2 我们在图中 可以看到在碰撞前 蓝色球速度与直行速度之差 比上红色球速度与直行速度之差 为1比1 依照弹性碰撞的性质 碰撞前与碰撞后的变化是对称的 所以碰撞后比例也是1比1 由此可以知道 碰撞后红色球的速度 跟原本蓝色球一样是V1 而蓝色球的速度是V2 所以透过VT图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相同质量的物体碰撞 如果两个都在运动 在碰撞后 彼此的速度会交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最一般的情况 不同质量物体的碰撞 假设现在红色球的质量是蓝色球的两倍 蓝色球的速度为V1 红色球的速度为V2 V1大于V2 那么在碰撞前 两颗球各自以V1 V2的速度前进 在碰撞中 同样的 我们必须先计算执行速度 根据执行速度的公式 我们知道 执行速度为 1分之1的V1加2V2 我们可以计算速度的变化量 蓝色球的变化量 为2分之2的V1减V2 红色球的变化量为 1分之1的V1减V2 两者的比例为2比1 所以碰撞后的速度 红色球比执行速度 多1分之1的V1减V2 蓝色球比执行速度 少2分之2的V1减V2 所以碰撞之后的速度为 执行速度加上速度的变化量 可以由此计算出 红色球的速度及蓝色球的速度 各位有没有发现 碰撞中速度变化的比值 刚好跟两颗球的质量比一样呢 你没有看错 其实速度变化量的比值 跟质量比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出 碰撞后的速度了 我们可以发现 碰撞前后的速度 与执行速度之差的比值 是相反的 这个结果可以用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来解释 因为碰撞时 两球给对方的力大小相同 所以质量大的速度变化量小 质量小的速度变化量大 今天我们学到了 用VT图计算弹性碰撞后速度的技巧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首先我们要先画出碰撞前的速度 再来计算执行速度 并且求出两颗球的速度 与执行速度之差的比值 这个比值与质量比一样 最后我们可以依照对称性 算出碰撞后的速度 所以如果质量比1比2的球对撞 可以看出速度变化是跟质量比相反 也就是2比1哦 如果两颗球的质量差距非常大 那这两个球碰撞过程中的VT图 应该会是怎样呢 想想看 你的答案跟乒乓球撞篮球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